好,那Fation介绍好了之后,咱们现在来看一看,这个Fation我们应该怎么看啊,再看一下了,在这儿呢,这些都全部光掉,这儿呢,来一个动态的wap工程,叫Fation的单位,然后这个地方呢,我给你试一下, 好,那在这儿呢,建议一个servoleta,这个地方呢,coun.it,点上servoleta,这个叫demo01,那session呢,是什么东西呢,它可以从这个request点上getsession, 就是这个请求啊,你可以拿这个汇换,多个请求可以同属于同一个工作,就可以得到Fation的对象,它里边的方法比较少,咱们厂用的呢,厂用的方法有哪些的方法就省起来了,这方法也比较少,那厂用的方法呢,是这里边有一个方法叫getID,就是拿到汇换ID, 你这是一个服务器,你用360浏览器来访问,跟用谷歌浏览器来访问,跟用火湖来访问,这是几个汇换,三个汇换,这不同的汇换,这不同的汇换,这不同的汇换,那这个sensor它呢,你只要这个浏览器你关了,你在这里远走一步,怎么跳,都可以用原来的这个sensor各项, 它的ID只能是唯一的,当然你关了浏览器你再重新来,这个可能就是重新一个,新的sensorID,这呢,这个方法呢,是折到汇换ID,可以把它输出来,ID放入,那还有什么sensor,点上, 来,大家看到这个方法,还有什么crate talent,就是创建的时间呢,最后一次访问的时间呢,就这些东西,下面那些呢,有一个我们经常用的,叫三,还有一个叫get,这两个跟这个ID啊,这三个方法是我们品尝用的最多的,就对一个sensor用的最多的这三方法, sensor用的最多的,那还有一个叫facial点上get,那还有一个叫remote,就是移除一个原子,移除一个属性,存值,这个方法呢,是取值,下面这个方法呢,是移除值, 就这三个方法,基本常用的就是这个方法,那当然还有一个,导听话呢,可以给大家讲了,先讲那几个了, 好,那这是sensor的一个, 好,那这是sensor的一个, 对呢? 谢谢观看